欢迎你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原本以为是地下换汇 竟然演变成了抢案 有一名23岁的女子 她带15万的现金 和一名男子相约在公园内 要换人民币 没有想到男子拿到了15万之后 立刻掏出了防狼喷雾 来攻击女子并且逃离现场 路过的民众募集抢案 立刻合力帮忙来追捕 最后是追到了南软三骑停车场 把男子给拦了下来 并在南港玉山银行前方将人制服 而警方到场顺利的将嫌犯逮捕 另外来看到在昨天清晨 有满载着氯化钙的化学槽车 行进滨海公路 疑似是过弯时重心不稳 冲破了护栏 差一点就掉进海里 但驾驶最后仍然是伤重不治 那么另外今年一早 交通的尖峰时段 一台游览车突然开始冒烟 驾驶机警立刻停靠路边 乘客也下车逃命 下一秒钟整辆游览车 就烧成了一团火球 大型化学槽车行驶在滨海公路上 没想到一个重心不稳 整辆车竟然腾空侧翻 牟利重破护栏后 直接摔落紧铃太平洋的边坡 车道零件散落一地 后方驾驶吓坏 以为整台车掉到海里面 立刻紧急刹车 设法在新北瑞芳台二线 79.5公里处 满载氯化钙的化学槽车 翻落约3公尺深的边坡 车头严重扭曲 卡在桥泊块上 造势驾驶当场受困车内 头部磁裂伤 送医后仍伤众不治 而同样惊悚画面 也发生在国一五阳高架 36.8公里处 黑色浓烟直冲天际 熊熊烈焰烧不停 整辆游览车烧成一团火球 仿佛随时都要炸开 路过车辆惊吓闪避 设法前驾驶发现车辆异常 立刻靠边停 出山6名乘客 想不到下一秒 烈火瞬间吞噬整辆游览车 浓烟几公里外都看得到 新北淡津公路上也有事故 黑色轿车飙速过弯大甩尾 车头往右一撇 失控猛撞路旁电线杆 沾辆车弹飞 180度大回旋 最后重摔地面 烟尘瞬间弥漫开来 发生重大车祸 哦 整台车迷迷迷迷 人还没怎么 还好人没事就好了 2名20岁上下的年轻人 开着200多万的跑车 在马路玩命狂飙 不只电线杆被撞歪 路上银色轿车也惨遭波及 但车上两人 近奇迹似的只有擦伤 不过离谱车祸还有这一件 骑士刚出巷口 突然前方冒出一辆机车 两车正面对撞 画面瞬间陷入混乱 换个角度看 机车三贴还逆向 骑士杀都杀不住 猛力撞击上去 5人两车全都喷飞倒地 设发在高雄骑山区 38岁的阳姓富人逆向行驶 两名幼童一前一后 都没戴安全帽 其中一名幼童头部受伤 紧急送医 还好没有大碍 开车上路一定要小心 再小心 因为意外可能随时都会降临 高雄市林雅区一间超商 凌晨发生惊悚的杀人案件 大夜班的女店员 被前男友拿刀狂刺了三十刀 那么她的手脚全都是伤 鲜血直流 是隔壁大楼保全 看到监视器画面 拿着高尔夫球杆冲过来到现场制止 凶贤才停手赶紧徒步逃逸 这对情侣才短暂交往四个月 女方在六月份申请保护令 目前嫌犯在逃 警方还在寻线追忌中 监视器拍下 男子拎着黑色背包 里面藏着水果刀 走进超商要找前女友 没几秒钟只见前女友 倒在地上挣扎爬出店门 男子却抓狂似的拿刀 朝着她的手跟腿开始狂刺 不顾女子痛过哀嚎 乱刀狂刺将近三十秒 直到保全拿着高尔夫球杆出现 制止男子才停下手 事情发生在凌晨三点二十三分 林雅群星光路上的一间超商 凶贤是三十三岁的余姓男子 是大夜班女店员的前男友 两个人才交往四个月 女店员在六月就申请保护令 男子在七月就曾被警方 拘提到案申请羁押或准 八月底被放出来后 却天天来到超商 不是大闹球复合就是下跪 让女店员觉得骚扰天天报警 女性男子甚至透过朋友 找到女店员的父亲 传简讯就喊对方爸爸 说对不起你跟前女友 希望你们是我的家人 很想沟通撑不下去 需要你们帮助 却刺杀女友三十刀 下跪球复合却下狠手狂刺女友三十刀 命保住了却手脚重伤 一直保护令保护不了女儿 让老爸爸痛心 目前警方还在追捕 了解男子疯狂刺杀的行凶动机 高雄骑京区下午四点左右 金船火警一艘外籍船舶 大火狂烧浓烟狂窜 还传出有人跳海求生 六百顿级巡防舰淡水舰 立刻是因为有配备高压水炮 马上启动加入了救援行列 索性船上九名船员 全都安全脱困 港区经见浓烟大火 黑烟网上狂窜传播狂烧 但仔细看竟然还有人 走来走去难道有人员受困 一个不够啦 目击民众也吓到 海上的船只靠近喷水柱要灭火 从另一个角度看火势超猛烈 浓浓黑烟直冲天际 火打下去太多烟会受不了 你没跳海下去 不就跳极实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还有人跳海求生 船船都快烧一半了 船上撤离九名外籍移工 火警发生在13号下午4点 高雄骑津中信造船厂 停在岸边的船只冒出大火 海轩跟消防紧急出动 冰纷两路救火 海上船舶合作喷射水柱 起火船只被大片水雾覆盖 还好人员全部撤退 到底为何船只起火 详细原因还有待厘清 记者刘士智金线中郭怡珍 高雄报道 台北捷运松山新电线 昨天大批旅客在车厢内疯狂逃窜 边跑边喊叫到底怎么了 有人形容简直像是台湾版的 失速列车 而所有人几乎都是在 不知情的恐慌当中 不停的狂奔 原来是有乘客疑似是 癫痫病症发作造成误会 乘客前于车厢内狂奔乱窜 满脸惊口边跑边朝旁边问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 所有狂奔旅客都光明所以 但担心症结事件重演 多年恐怖情景涌上心头 一伙人下意识先跑再说 急报出口 捷运公司忙广播 第一时间就连捷运公司都捕傻傻 广播说是有人起纠纷 要大家冷静 但有募集乘客还原当天情景 原来12号下午5点多 最前面的车厢有人尿事 近在地板上 所有人开始往后跑 我真的看不懂是在跑什么 一开始跑的那几个人 真的是货源 对此捷运公司回应下5点32分 松山新电线台北小巨蛋站 出发往松山方向 有一名男性乘客 疑似身体不适 捣握车厢地板 车厢内其他旅客 可能不清楚发生何事 因此有部分旅客下车 但就因为误会造成恐慌 在国外也实有所闻 今年6月有一名外籍厨师 在搭乘山手线列车时 在车厢内亮出菜刀 吓得所有乘客疯狂逃窜 慌忙推起中造成三人跌倒受伤 但根本是乌龙一场 捷运警察表示 遇到不明白的状况 千万别尖叫奔跑 如遇到上述情形 按压车厢内红色对讲机 通知站长捷运警察 或拨打110到场处理 这项被捷车厢内的集体奔逃 也让捷运公司及大车民众 应该好好思考 未来该如何面对莫名的恐慌感 捷运警采生从报道 台南一间超商 有富人来这里狂买了 七千多元的商品 结账柜台和地面 全都堆满商品 但结账时两张信用卡 全都刷不过 最后他是气急败坏的 说不买了 店员超级火大 当场报警处理 超商柜台有人吵架 顾客拿手机拍下 前方蓝衣女子买超多商品 堆满柜台跟地上 总共七千多元 两张卡却都刷不过 卡刷不过还气扑扑 蓝衣女恼羞成怒 说不买了 开始怒呛电源 警方到场时 女子已经冷静 乖乖被劝离 疑似有购物屁 还付不出钱 整整如了一小时 在那边结账办 然后又说不买 那东西 请问是你要放回去 还是店员放回去 但是很少有人 会在7000买那么多东西吧 经店家当场表示 赞不提出 在超商狂买七千多元 拿不能刷的卡 大闹超商还呛瞎 虽然不偷不抢 没有违法 但满地商品拿了不买 难怪让店员很抓狂 记者赞冠章 蔡冠章 菜窗戏 郭宜珍 台南报道 想要恐吓人 却踢到了铁板 台中一名男子 他不满被按喇叭 当街摇下车窗 还拿出了一把手枪 两度朝向后方车辆 比划 态度嚣张 但他完全没发现 自己持枪 威吓的对象是警察 踢到了铁板 航行北投的无差别 剪刀怪客又出现 他在这个捷运的 基里岸站外 只因为被女骑士 看了一眼 失控持力剪 做事攻击 而遭到警方通知道案 没有想到 隔天在台北市天母 疑似又因为误会被针对 他又拿剪刀 对着路人疯狂挥舞 路旁白衣男突然 暴冲猛砖 手在包包里 掏呀掏呀掏 六七十快被吓坏 因为他瞄到白衣男手里 哪里把力剪 做事要捅他 在台北市街头上 也拟追我跑 事发地点竟然就在捷运 七里暗阵 穿白色衣服 然后白色鞋子 然后一个路人 只要站在旁边 然后他会随机攻击 对啊 蛮危险的啦 被剪刀追杀 女骑士返家鱼迹有存 早上十点 女子在便利商店外 跟白衣男子对到眼 男子突然开始 捞带自己的东西 女子心里想 该不会想攻击我吧 往前骑回头再看 居然真的追过来 那目前已经掌握 嫌疑人的身份 朝恐吓安全罪嫌 方向来做侦办 早警方锁定人 不敢冲动坏脾气 检视其清楚拍下 剪刀男隔天 在北市天目出没 收上还是同一把利捡 莫名又朝路人 疯狂挥舞 坐视攻击 那时候可能有下雨 他就用台语说 哎 你知道要喷我这样 那我就回答说 我没有喷你 在里面把剪刀拿出来 然后做事要伤害我 表情真的很凶狠 剪刀男情绪控管明显有问题 去年就曾多次随机攻击 你在坐视机票啊 没有机票啊 也因为被女老师看了一眼 认为被瞪竟挥拳痛扁 打完人就跑 但没想到他几个小时后 又在捷运主委站 朝经过的男设计师 吐口水骂脏话 贯男情绪明显很失控 乱打乱骂随机攻击路人 曾被一伤害罪送办 没想到小心一年后又出现 搞得北投人人心惶惶 接着杨洁丽彩山长报道 有民众直击 国一南下143公里处 苗栗头裸路段 有一辆休旅车抛锚 驾驶和车上的乘客 三个人竟然冒险在国道上推车 这一推推了十几分钟 到了壁车弯才停下 原来当时有拖吊车到场协助 但驾驶疑似是怕被坑钱 坚持要找自己认识的拖吊业者 才上演这样的惊险画面 不过国道警方表示 在国道上推车是违反交通法规 即使有拖吊车到场 也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处理完毕 否则依法最高要开罚六千块钱 到烧肉店火锅店去用餐 有些店家他们都会在菜单上 标明肉类的重量作为参考 但是真的有给足够的分量吗 在大陆就有民众拍下影片 他自备了电子棒册来实测 结果发现店家说好的 两百公克的肉 硬生生的少了三十公克 甚至还有的店家会少到五十公克 让顾客气到直接离开 那么事实上五十公克的肉 大约等于三片肉 虽然并不多 但总是有受骗的感觉 小保官说如果遇到类似情况 消费者可以对业者主张损害赔偿 民众到烧肉店看到菜单 标记重量价格满满的不信任感 餐点上桌 我马上拿出自备的电子棒册 去28克 1700克 找了这样的我 这份我差不多四十块钱 煤盘肉表榜两百克 实际上秤都有少 店员心虚急忙解释 刚刚更新来的 刚刚新来的 是没办法 业者做生意不老实 顾客干脆不吃了 再去下一间食测 结果更夸张 120克 花大前吃烧肉 却少吃五十克的肉 是什么概念 台湾餐厅肉累计重 会用盎司 一盎司大于28克 火锅店后厨线切 雪花牛五十克 大约两片 嫩尖牛五十克 有三片 询问小博官表示 除非菜单上有标注 容许误差值 否则业者就该据实提供 足额的商品给消费者 有没有投金减量 数字会说话 一旦坏了商与 谈那一点食材成本 也没有异议 记者承证报李云杰 台中报道 终究将至应景的美食 蛋黄酥 名店前方大排长龙 不过您知道吗 同样是一颗蛋黄酥 原来不同品牌 热量可是大不相同 像是知名的吴宝珍 还有陈耀逊 在所有的品牌当中 热量分别排名第二第三 热量相当高 华顺的背后 原来全都靠热量 而专家承受 在一天之中有两个时间点 吃蛋黄酥比较不容易发胖 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中秋节还没到 全台各处都在抢买蛋黄酥 不怕长长人聋 就是要吃到心中的名店 但同样是蛋黄酥 不同品牌的热量 竟然大不相同 营养市整理出台湾40家 蛋黄酥热量大赏 原来热量最高的金葡萄 就有328卡 而最低的灵际高饼只有170卡 两者就相差158卡 而许多知名高饼店都榜上有名 吴宝珍排第二320卡 有蛋黄酥届LV支撑的陈耀逊 则排第三名有316卡 其他像是加德第九名283卡 南部有名的旧正南 排第14名270卡 许多人买不到的不二坊 第16名264卡 彰化名店玉珍摘 热量排第39名 只有182卡 其实一颗蛋黄酥的糖 大约就有10公克 外层金黄酥皮 是由奶油加面粉包裹出来 热量最高的就是这一层 蛋黄酥一颗大概有200多卡 大概就是一碗白饭的热量 有想要做体重控制 人生血糖血压血脂比较高的朋友 在吃蛋黄酥的时候量就要控制 爱吃又怕胖属人之常情 营养师教大家 其实在对的时间点吃 吃了也不太容易发胖 第一是造成身体技能最旺盛 燃殖力最高 第二就是运动过后两小时内 此时肌肉胰岛素 能有效将糖分引导肌肉储存 但是并不是说 这两个时间点不会胖 你就可以猛吃狂吃 吃超过身体会代谢的 还是一样会变胖 就是总量管制原则 没为当前顾及健康 还是要适量食用 面得一步小心 中秋过完 人和月亮一样圆 天王刘德华九月底 要过六十二岁生日 他特地和三千名粉丝提前庆祝 演艺圈好友也来帮他庆生 结果生日会当场变成了 小型演唱会 这也成了华仔五年来 首度在香港的迷你演唱会 还特别请了嘉宾林子祥 和叶倩文上台合唱 好久不见华仔在台上歌舞 因为疫情的原因 华仔五年没在香港 举行演唱会 跟粉丝庆生的活动 今年终于可以复班 三千名华仔天地的粉丝 圈中的好朋友 台上台下同样星光闪闪 演龙婆的罗兰 众人甘巴胡锋等 一一位华仔站台 还有特别嘉宾 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 华仔2018年香港站演唱 原本唱20场 但第13场后 因为感冒而停班 他的演唱会 最快也要2024年 派完菜单专家三字后 有主儿之前演唱会 请来华仔当嘉宾 而这次能受邀参加生日会 还能再度合唱 让他兴奋不已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 李静华的报道 提到港式料理 不少人爱吃烧鹅 但是烧鸭烧鹅外表 看起来其实蛮像的 到底差异在哪呢 如果你点烧鹅 来的却是烧鸭 这价格差很大 恐怕被当成了冤大头 专业大厨就透露 有六个方法 让你可以轻松分辨 包括要看的是 鸭汉鹅的脖子嘴巴 另外表皮肉质 还有油脂 其实通通都不一样 烧鹅刚出炉 不断滴油 外皮呈现黄褐色 一刀切下肉质饱满 光看就让人流口水 但如果把烧鹅跟烧鸭放一起 要恐怕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这是鸭肉 皮的颜色比较浅 鹅肉的块头一定会比较大 用大小和外皮颜色恐怕分辨不精准 外皮只要烤久一点颜色 就会比较深 有请专家来解答 鹅跟鸭挂在一起 鹅的脖子比较长 鸭脖子比较短 最明显的是 鹅嘴比较尖 鸭嘴则是扁扁的 表皮肤质 鹅肉细致 鸭肉粗糙 最后烧鹅有双大长腿 鸭腿比较短 四个方法就能从外观一眼辨识 它会很明显的 有一层油 鹅会比较多一点 再来看横切面 鸭肉比较薄 鹅的皮和肉中间 油脂比较厚又明显 吃起来更脆 鸭肉比较干柴 鸭肉肥美口感也更好 整体来说 鸭肉比鸭肉口感鲜度都高 一个档次 价钱当然差很多 鸭只要养四十五天 但鸭要养八十到一百二十天 贵一到两倍 只要一斤一百五六座 一斤几十块而已 只要十块而已 民众吃烧鸭烧鹅看似差不多 但口感价钱差很大 外观肉质和油质学会比较才不会吃错 把烧鸭当烧鹅变成原大头 谢聪明辰 王书宏 高雄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